企业一直被认为是极群感染发生的主要场所之一 但法国劳工部长伊丽莎白伯恩一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只有不到1%的感染发生在工作场所 如果遵守卫生规定并按要求戴上口罩 对于那些仍在现场工作的人来说几乎没有风险 法国极左翼法兰西布区夫国会议员阿德里安·华腾尼斯 随后也发布推文称 自5月份以来只有1352家企业被确定为极群感染地点 在很多情况下这还不到感染总数的1% 极群感染的概念是7天时间内出现至少3名感染者 根据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0月29号发布的数据 5月9号到10月26号共记录6250宗极群感染 其中22%也就是1352宗发生于私营或公共企业 感染者为10478例 将这10478例与同期记录的116万例患者总数相比 远远低于1% 不过极群感染只占所有感染情况的6.5% 其余93.5%与特定地点无关 部分原因是感染者和接触者的追踪存在实际困难 法国卫生当局认为 面对目前的病毒传播形式 极群感染的数量实则被低估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14%已确定感染是发生在企业范围内 只有不到1%这个结论站不住脚 巴黎马里布黑鸡餐馆 正宗非洲特色菜肴 精选盛好食材 非洲名厨烹制 逆制酱汁挡不住的诱惑 满足您挑剔的味蕾 多元化餐饮服务 为您营造舒适惬意的用餐环境 每位酬兵佳瑶刘客 马里布黑鸡 巴黎最有名的黑鸡在这里 避免 一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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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